关于编辑跟添加这些功能我们都已经做了好几次了 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难度并不大的 而关于这些次的编辑的话 我再给大家来进行详细讲解一下 因为这个里面的话现在来说会复杂一点 首先的话这里面正常的输入的地方都没什么问题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分类的话 我们要来取得我们这个分类列表里面 已经添加进来的这些分类 好打开我们对应的controllers Food这样一个既然是塞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要支持的是 它要进并支持Gate跟Post的两种方法就是Massage Gate的方法要支持 Post的方法也要支持 然后的话 如果是Gate的请求的话 我们进行页面展示 如果是Post请求的话 进行我们的数据处理 让我们直接打开我们account 这样点Py我们将可以进行复制的地方 进行复制一下 第一个 你是返回的东西请统一进行处理 然后的话前面它有一个判断 如果是Gate的请求的话 这样的话可以阶层我们的时间 因为这些部分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通过简单的复制 或者其他地方的写法 将它接近打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 返回的结果期它也要变成是它 然后改变它的colenter 等于index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将这个东西返回来就可以了 这里唯一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将我们的分类信息也要进行返回来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 加载我们的分类信息已经有了 就是分类信息点query 然后的话我们应该展示的是 所有的分类信息都应该进行展示 然后的话就是all就可以了 将它复制给一个cat 一个maping 一个list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将这个值传递到我们的前台 去进行循环 看看list 打开我们的set这个页面 然后的话进行我们的 循环的操作 这些循环操作的话 我们已经做过很多遍了 那我们再来给大家来进行一次操作的过程 fall一起循环 找到我们对应的分类这个地方 进行我们的fall一起循环 time play 1 看到他 是n的fall 然后这个地方改成item可能更适合 他等于他的id字弹 他等于他的内幕字弹 刷新下页面我们来展示一下信息 他就有东北菜8跟我们的推荐菜 就是他两个吧 这样就有了 关于这些页面提交这个数据的这些GS的话 我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添加的这些GS我们写过很多遍了 在我们给大家课程文件里面的话有一个 其他文档里面有一个美食编辑跟添加的完整的GS 这里面是有所有的GS的话都在这个里面 然后我统一将这个GS进行复制进来 其实我们只复制我们刚才的那个提交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的话我统一复制一遍把它放这里面来 跟我们前面写的一样 然后这里唯一又多了一个这两个 提交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提交这个地方我们讲了很多遍了 这个是什么按钮的一个重复处理 然后的话我们负责获得每一个元素的值 这个是分类名称 我们价格描述 描述这个东西用的东西可不一样啊 描述你看它是right ue的get content 它不是通过我们表单来进行统一获取的 然后right ue是哪里 我们enit我们的identation 我们这个地方定义了一个right ue就是它的类似 ue 等于它这个对象 然后来获取它这个里面的 描述的制服内容 还有stock是我们的库存 它的就是我们的标签之弹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简单的一次操作 我们假如说刷新一下页面 来进行保存一下 它会提示请选择分类 这个东西都简单的简单 假如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写的是黄门鸡米饭 说这样的话 假如说我们卖36元 后面图的话 我们找一个黄门鸡的大米饭的图片 放在这里来 描述这个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简单写一下 例如说 店家推荐的 店家 推荐的菜系 推荐菜系 非常好吃 里面有什么什么 这些描述都可以写在这里 库存的话 为什么会有库存这个字的 假如说我们先签个库存是50 例如说我们点餐的这样的一些 系统对吧 他其实他的 特别像中午这种时间 他的其实处理能力是有限的 你点的越多的话 其实他后面是越处理不过来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库存 这样的一个过程 让你点餐的时候的话 如果我们做不完了 我们做不了的话 我们就不让你点了 不完的话 我点完之后你等半天 然后到处的话 你还可能给一个差评 还会骂我们这些是类的 他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一些 例如说非常好吃 黄门鸡 还有好吃 还有是店家推荐 这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的话 将这些信息统一进行 提交到我们的后台系统里面去 就可以了 我看一看他的提交信息啊 我们不管他这个对还是错 你看这些提交信息都已经提交过去了 特别是我们这一个描述质胆 他提交的其实是一个HTMR质胆过去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字弹已经提交过去的话 那等于就是我们后台的处理程序的一个过程了 打开我们复的这一块 而 是他 由于我们编辑跟添加的这个操作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的话 然后这里的话 我主要是将我们的这个操作 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所以说我已经将代码已经放置到这个地方来了 好 第一步 我们一样是返回了东西 先定一个字典 让他放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的话 将所有表达数据进行放到一个对象里面去 然后获得我们所有的请求子弹 开的ID是分的ID内幕 价格main是我们的主图 summary是我们的描述 stock是我们的库存 tug就是我们的 表签 然后的话 press的话 我们默认需要把它转化成两位的数字 例如说我们金额的话 一般都是两位的 例如100.00 你去网站上 你看到哪里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 接下来的话 就进行我们参数有效性的判断 例如说开的ID 你不能小于1 在我们书记铺里面一定是大于1的 第二个是内幕值 你也不能小于1 小于1的话你就请输入复合规范的 价格的话 你也不能小于等于0 你这个价格 你是0元的话 你怎么卖 主图的话 你也不能小于 然后还有summary的话 你也不能小于10个字符 还有stock 这个是库存 库存的话你不能小于1 还有tug就是我们的标签子弹 接下来就是我们常用的操作 你们去查一查对应这个ID 这个负责信息是否存在 如果是不存在的话 它进行插入 如果是存在的话 只是进行我们的更新操作 然后将每一个子弹进行复值就可以了 复完值的话就是我们的db 三星ID 然后以及我们的db 三星的commit进行提交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有一个库存变更表 我们是希望每一次的库存变更 我们都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说在最前面我们定义了一个叫比方stock 就是我们改变之前的 它的库存是多少 然后默认着我们把它定义成0 然后如果你是编辑的话 那你就取的是我们的model里面的stock 就是已经存在数据库里面 当前的库存量是多少 然后的话 进行我们库存量的一个存储 新建每一次都是新加一条记录放到里面去 然后用当前的库存减去我们以前的库存 就等于我们变更的库存 如果是减少的话 然后它就是附属增加的话就是证数 这样的一个结果级 那我们来看一看 再来看一看我们的提交记录 我们就知道了 然后的话我们将 这里的按钮对吧 我直接把因为我不想再填一次数据了 我将这里的按钮直接 通过这样的一个选择器 让它进行选择 然后将这里的迪士也不要去掉 好 它就变成绿 那我就可以点了 那就是再来一次 哎 操作成功 保存成功 回到我们的首页 此时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数据库 复的表里面已经将这一个子弹进行插入进来的 它的库存是50 它就是这样的 状态值为1 然后这里面其他值都是0 然后的话 它的开的ID是2 就表示的是第二分内里面的表里面的ID是2 等于2 表示的是东北菜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我们的编辑 记住我们编辑页面 然后我们将我们的它的ID值是5 对吧 然后我们设置它的ID值等于我们的5 然后的话 这个的话 我们需要将已经取得的数据在这里进行展示 就OK了 我们只需要获得当前的ID的负责之弹 然后进行我们页面渲染就可以了 那简单多了 我们只需要来获取我们的该的参数 request request 你看我们过去一些简单参数 我们都是用的 然后的话是ID字弹 等于int 然后的话是request get 我们的ID字弹 没有默认识 没有我们就去0 然后的话我们定义成我们的info info是从Food表里面去取出query 点feater 我们的 feater by ID等于ID 然后的first 信息 然后如果info存在并且info的stater是不对的话 那我们就不允许编辑 他就不等一嘛 他被删除了 那我们就不允许他编辑 那我们就直接应许他应该是直接返回到redirect 如果没有的话你不要在这里去引用啊 然后我们还领域到一个urmanager 然后的话是返回到我们的首页 urr是我们的food的index 这样的一个页面 好 这样的话我们info将这个info这个信息也传进到我们前台就可以进行前台的信息展示情况了 在这里的话我们打开刷新下页面 Food object 我们语法写错了 Food他是对象 好刷新啊 我们后台之后重启我们的服务之后 你可以看这样的一个界面 然后的话我们进行我们的 1月5的一些展示操作 打开我们site点他 然后就是在我们模板文件中填出他对应的值就行了 然后第一个是我们的efo点内幕 第二个是我们的price 第三个我们这个图片先不显示 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的 summary 数据库里面的子弹啊 库存的话是stock 然后呢还有标签 标签就直接是tags 直接往那一放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id要把它替换成他的id子弹 好有没有渲转一下 你可以发现该展示的就展示好了 然后这个图片我们进行一次渲转 以及我们这个分类信息进行一次判断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 分类信息如果你要想展示的话是判断你当前的id等不等于他的id嘛 就是一副判断 一副 item.id就是我们分类的id等不等于我们英方里面存的cat id 如果是等于的话 他就直接检释我们select效果 如果不等于的话 我们就不展示嘛 那我们来刷新看看我们的效果 他就直接选中了我们东北菜这样的过程 还有我们这个封面图 封面图的话 展示的话也现在都比较简单 我们只需要进行一个html的拼装就可以了 在我们的form表的 这里面这个div里面去增加一条就可以了 好 如果我们info信息存在并且info.min 这要进行判断了 不然的话你直接展示是不行的 他是可以进行展示的 然后进行 if判断if 然后是n的if 然后进行展示信息 展示信息其实比较简单 它和我们这个gs里面是很像的 当时我们不是拼装了一个gshtml 我们将这个内容把它移出来就可以了 这一步 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图片的地址 好 先放了这个地方 然后的话 还有一个是spin 哈 这是另一个标签 让它换成我们这个 然后的话先去掉 然后这个地方是它的 fire key 放到这个里面来 然后它们统一在外面 包括了一个div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就可以快速将我们这样的一个 图片地址把它 放置进来 我们看看效果 n的不对 然后是n的if 写代码 注意看啊 这个地方它就展示效果展示出来 只是图片没有展示出来的话 图片没展示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 第一个它的fire key 我们是肯定是要在这个地方 写的 所以说放到里面来 然后这个图片地址的话 我们要进行拼装 根据我们gs里面 我们定义到一个叫做b的什么 pxgr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还要定一个我们b的 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b的 static 这样的也就 b的ur 基于我们b的我们的 ur这些方法 那我们还要定一个就是b的 emeggur的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 前面的方式将这个模板函数 把它暴露出来就可以了 打开我们的application.py 在这里的话 我们将b的在前面封端的b的emeggur 让它暴露出来 然后的话 在这里我们就直接可以使用了 然后的话将它参数放到里面来 就是我们的info.emegg 那我们就来见证我们的奇迹的发生时刻 是不是图片就进行展示了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我们来进行我们简单的编辑 看看我们的编辑代码是不是好的 我们将这图片换成一个比较可爱的图片 一个大嘴巴 然后这里的内容进行一下标记 黄的然后将它的字号变成20号 然后我们进行提交一次 操作成功 我们看看我们swee库里面存的 是不是已经变了 说明我们的保存也是OK的 然后看看我们的变更 它第一个是从0变到50 然后再从50变了 然后它就是变化数量是0 第一次是50嘛 第二次是0变化数量是0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话关于我们的编辑 给我们添加的页面的功能 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做我们的列表 的一个展示功能 列表展示功能也做了很多的 好这里的话我为了 节省我们的时间来讲我们后面 更重要的功能的话 我这里直接来给我们 演示一下我们的代码过程